hello欢迎学习爬虫课程 那么上几个的话我们是跟大家讲着了 如何将一个数据从csv的文件当中把它给读取出来 好那么这几个我们再跟大家去讲一下 就是我们如何将一个数据 将一些数据把它给写入到这个csv文件当中 那么写入把数据写入到csv文件当中 其实跟我们的那个读文件是非常类似的 那么之前我们读文件的话 是不是采用的是这个read的方式把它给读取出来 对对那么我们去写的话 很明显肯定大家都能够猜得到 是一个什么呢 穿一个write的一个东西下 就是一写一write这个东西下 对对好 那么我们之前读的话 是不是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这个read的 第二种方式是这个dictread的 就是以这种字典的方式把它给读取出来 对对那么在我们的鞋里面的话 也有两种方式 就是有一个叫做什么呢 dictwrite的方式 把它给以字典的方式把它给写入进去 好吧把它给写入进去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 那的话来到这个代码当中 我们就在这里面 我们来跟大家去讲几个东西 怎么去写 这个地方我新建好的一个文件 叫做代码2.my 那么我们就在这个文件当中 来跟大家讲解 首先话先 先来导入去这个csv 这个csv这个模块 这个没什么好说 对吧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写 然后来首先话 我们第一点就是来打开一个这个文件 那么我现在要打开文件 打开一个文件就好 叫做什么的classroom clrclassroom点那个什么csv 至于写的方式把它给打开 然后s什么的fb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这个地方就可以使用csv 下面的那个write这个模块创建一个对象 那么这个对象我给它取一个名字 就是write wit给这个csv下面的wit对吧 这个地方我们给它传入个fp一个对象 fp对象 fp对象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使用write这个对象 去操作我们的这个csv文件的 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地方要操作的是一个 类似于一个人 人的一个站的一些站的数据进去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首先是要给它指定一个头部信息 就是那个表头信息对吧表头信息啊 那么我们在这上面 首先先来定义的表头信息啊 paras 然后这个表头信息需要一个什么呢 需要一个字典 我不是字典 需要一个列表 或是一个语言组的一个什么方式 好吧 那么我们这个方就来定义好几个 第一个的话是比如说youstem 第二个的话是那个h 第三个的话比如说head 就是那个升高 我们就先把这个表头信息先把它给下 那么我们在这个csv文件当中 我们要去写数据 那么你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肯定也是先要把这个表头信息把它给写入进去 对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定义这个什么呢 w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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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个比如说是18岁对吧 然后这个hate的话是那个比如说180啊 好 接下来的话是那个还有一个啊 是那个李四对吧 李四啊 然后这个年年年龄是19岁身高190对吧 好 接下来再来一个王五是吧 王五啊 好 那的话这个是那个20岁啊 然后这个身高的话160啊 不能再高了对吧 再高的话就是两米的对吧 那太高了啊 好 那么接下来啊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要将这个virus整个列表当中所有的数据 一次性全部都把它给写入到这个sv文件当中 那么这的话我们就可以调这个write下面的一个 叫做write rows的这个方法啊 write rows这个方法的话 它是一次性可以写入多行数据啊 一次性可以写入多行数据好吧 好 那么在这边我们就来写一下啊 就是wwitwrite rows 这个的话我们再把这个virus把它给传出进去 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将这个字笔当中的数据啊 一次性把它给写入进去好吧 好 把存下接下来我们右键再来执行一下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生成了一个叫做classroom.csv的一个账的文件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双击来打开这个文件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数据是不是就已经进去了 但是写入进去的话有两个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这个乱码 对不对 第一个问题是乱码 第二个问题的话 是不是他在每一行中间的话 还给我产生了一个多多余的一个这样的空格 空行啊 对 产生了一个多余的空行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封面来解决这两个问题 好 那么这个乱码 这个问题的话非常好解决 之前我们其实也跟大家讲过对吧 就是你在打开这个文件的时候 你需要给他指定这个文件他的那个编码啊 那么我们这方就给他指定这个文件笔码是这个udf干8啊 好 可能加什么 可能加了一下 好 那么这样的话啊 这个里面呢 他这个数据哈就没有乱啊 都得就没有乱了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解决一下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在这里面多了一行 那么这个问题该怎么去解决呢 其实也是非常简单啊 来到我们这个代码的这个地方啊 在我们打开这个文件的这个里面好 我们还可以给他指定另外一个参数 就是这个什么呢 newline newline这个newline的话 我们让他指定为一个空的资源啊 这个newline哈 如果你没有给他指定值的话 他默认是等于一个仿系个n 仿系个n的话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代表的是换行 就是你没写入一行 他会给你加一个仿系个n啊 说话就会产生这种情况 就是你没写入一行 他后面会给你加一个仿系个n 你再写入行 他再给你后面加一个仿系个n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就给他加这个地方 将这个newline给他变为一个啊空的资源啊 就是你在写入一行以后 我会给你加一个空的资源 就是这一个对你再写入一行 我这个地方再给你加一个空的资源啊 就是变成这种骑士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保证 我们的加在那一项啊 完了又接下来再回到我们这地方 这次的话啊 他就没有那种空含了 对没有那种空含了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我们这个数据的写入啊 这个数据的写入好吧 好 那么讲完这个东西以后啊 接下来我们把这行代码 这几行代码啊 把它给定义成一个函数好吧 write csv那个demo一啊 然后我们把这个代码放到这个行当中 接下来我们再定一个另外一个 witwriter csvdemo二啊 然后接下来我们这边给个pass 然后面一下啊 kmei 然后把这个writer csvdemo二放进去 好吧 接下来我们就来到这地方来写这个代码啊 那么我们在写这个代码之前 接下来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讲的是另外一个啊 之前我们写这个数据好 我们是把这些数据放到这个语言图当中 并且严格按照这种顺序来写的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以什么呢 就以这种字顶的方式来来写啊 这种字顶的方式的话是不是用的比较多啊 你想一下之前我们从网上面把这些数据把它给爬取下来 爬取下来以后 我们是不是把这些东西把它给重铸到一个字顶当中 然后再把这个字顶再把它给重铸到一个列表当中啊 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啊 以这种形式把它给写入进去啊 那么我们以这种形式写入进去的话 我们就需要使用这个什么呢 一个叫做dict writer这个东西把它给写入啊 就是写入字顶的方式 好吧 对吧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写一下啊 好 这个地方的话也是毫无一个维持 现在打开这个文件对吧 维持open 要是这个 嗯 classroom class cls 啊 classroom 一啊 一点csv 好吧 那这个写的方式打开sfb 然后的话我们这段还有几个地方需要注意啊 就这两个东西也不能少吧 一个是encoding啊 udf干8对吧 还一个是这个new9啊 让等于coder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创进write对象 witr writr等这个什么呢 等这个csv下面的那个dict writer啊 这个dict write的话他需要创建两个仓数 第一个仓数就是个文件指针 第二个仓数的话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头部信息啊 头部信息 那么头部信息的话 他这边传入的也是一个列表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表图信息啊 就是把这个表图信息 可能加c拿过来 放到这个地方来可能加v啊 然后再把再把这个什么呢 再把表图信息写中进去啊 好 那么这个表图信息传进去以后啊 我们这个表 这个表图他不会自动的给你写中进去啊 你需要什么呢 你需要调用另外一个方法 手动的把它给写中进去 好吧 那么我们这边是write.w witwriter write点灵什么的 write head 需要调用这个write head 才能够他才能够把这个表图把它给写进去 好吧 这个大家需要注意哈 不要漏了啊 呃 就是有的时候写写的时候啊 就容易漏了啊 就一定要记住啊 就是说写入表图数据的时候啊 需要啊 需要调用什么呢 wit 啊 wit 啊 啊 啊 方法是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啊 就是将什么呢 将一个列表当中的这个数据哈 把它给写入到我们的这个呃 cssv文字当中 那么我们这边第一个比较就是viles啊 整个东西 首先的话 它是个列表 在这个列表当中 他装了一个装的是字典 对吧 比如说是usem usem m1啊 是这个比如说叫做啊张三啊 然后是age是那个18岁啊 那个head是那个啊190180对吧 狗的加低 狗的加低 复制分啊 这是190 然后这个是李斯啊 李斯 这个是19岁啊 19岁 然后这个是那个20岁啊 这个是那个160啊 让他160不能太高了啊 再高了的话 然后这个是晚5对吧 晚5啊 晚5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字典把它给写 把这个值把它给写出去啊 那么我们在写入这个数据的时候 他同样也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的话是这个什么呢 rally row之后放吧 第二个的话是rally rows rally row的话 他一次性只能写入一个字典啊 一个值 那么rally rows的话 他一次性可以写入多个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是已经把所有的字典已经放到这个面表当中了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电用这个rally rows就给了 好吧 把这个virus把它给传出去啊 可能加速 可能加栏运下 好 那么这个地方就生存的叫做classroom1.py的一个人的文件对不对 点csv这个文件 并且这个里面的数据的话是不是也也已经写入进去的 对了也已经写入进去的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操作就是说写入这个csv文件 我们的这个值点就讲到这个地方了 对 大家的好 在科学里面的话就说把这些东西都去练习一下 都去练习一下 然后后期要到底该采用哪种方式去写入 就要根据你自己的需求 如果你手上有一大堆这种原土的这种形式 那么你就使用这种方式就可以了 如果以后啊 你在写自己爬中的时候 你把这个数据以这种列 以这种字典的方式把它给冲出去来 那么就使用这个dict right把它给写入进去 好吧 并且如果你使用这个dict right方式写入数据的时候 你一定不要忘了这个地方 一定要手动调习一下这个right hard写入表头这个数据 才能写入成功 好吧 你不要以为这个地方传入这个表头 它就会自己写入 这个的话 这个是不行的 你没有写这个东西 这个表头它是写入不进去的 好吧 OK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几个人就讲到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